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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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样偷懒诶 你要下药然后每一个都闻 我闻不下去了 你不是说你很厉害 3 2 1 这一个 他最喜欢应该是这一个 好 关注 好 还是错 他最喜欢的是这个珍珠的 他喜欢珍珠 奇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会低头忏悔 狠狠狠狠狠 深切烦情 老婆烦闷时 我要温柔安撫 分担解忧 老婆犯错时 我要引咎自责 自然黑锅 以上 宇恩可以吗宇恩 给锅给锅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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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宇恩 从遇到你 然后到认识你 然后再跟你在一起 我真的觉得我自己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 那跟你在一起的这段时间 我们一起也经历了无数的事情 那我们觉得只要有人在我身边 我觉得任何事情我们一起解决 结果都是很开心的 对 虽然你会有一些小脾气 有时候 对 但我觉得我们都是可以互相融人的个性 那希望未来的日子里 都有你一直陪在我身边 我相信我们一定可以幸福一辈子 好 我爱你 谢谢 我亲爱的女儿 我亲爱的女儿 我这辈子唯一的女儿 我真的非常开心 我的女儿可以遇到小胡 所以今天我非常放心的 把宇恩的手交给小胡 大家要互相体谅 然后勇结童心 早生贵子 看着我自己贵子 那我们就散验 最后的我带来 我叫阿蜜 可惜 原来 我們剛剛早上完成了穩定儀式跟迎娶儀式 現在就稍微小坐休息剛剛彩排完 真的好累 超級累的 然後我們其實現在賓客已經慢慢陸續到場了 那我們今天在現場有準備了一台半半酒的機台 它算是一個調酒的機器人 它很厲害的地方是大家可以發現 就是我現在螢幕上有好幾杯調酒 這個其實都是我先跟廠商指定好 我想要拿一些口味 那你可以選擇有酒精或是無酒精的 我們今天選了三種有酒精的 包括泰台乃樂 還有我手上的台島冰茶 還有一杯是雨潤特調 雨潤特調這個秘方我就先暫時不跟大家說 然後如果喜歡無酒精的話 它其實有蠻多種類可以選 那我今天幫胡選的是貴妃不醉的荔枝果汁 然後很好喝對不對 我覺得我的台島冰茶也超好喝的 而且它這個酒精濃度是你可以有低的啊 或是中濃度高濃度 你都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去客製化給廠商 然後因為大家如果認識我們的冰客 應該都知道我們兩個就是平常 蠻愛小酌的 蠻愛chill一下的 所以我們今天來想說有這個機台 也可以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平常的喜好跟興趣也不錯 然後其實我們剛剛就是有試用了一下 它只要15秒就可以出一杯酒 真的是超快的 所以其實冰客就是來 然後我覺得基本上不太需要排隊 基本上點完就可以直接 光來 讓我為你就獻上一杯語音特調 你還記得我的配方嗎 一定記得 不可以流出去喔 這我獨家配方 我以後買不到我會找你喔 花錢給我買 好了你的酒好了 來你形容一下 這個跟你記憶中的語音特調味道有沒有一樣 快點快點 表情表情 欸很巧 是一樣的耶 現在在我面前的所有人 等下都要來喝一杯語音特調 是有酒感但不會不舒服的那一種 然後我這杯台島冰茶 我覺得你等一下也可以試試看 沒有 台式風味的長島冰茶的感覺 大家等下有機會都要來 對 我要喝一個 中間區 真的很谢谢有你的陪伴 那也很幸运能够认识到你 跟你在一起的每一天 我真的觉得都很开心 不管经历到什么不开心的事 或是一些我们有时候会争吵的事情 可是我觉得只要我们两个在一起 我觉得我们两个都能够一起顺利的解决 只要彼此在身边的话 其实就很开心了 那未来的日子 希望能跟你一起走下去 让我们就一直幸福地过完下半辈子吧 一起走过七年多的时间 很开心也很幸运身旁 可以一直有你的陪伴 在你面前我总是很自在地做自己 你总是能让我感受到满满的安心感 当然疼爱跟包容也都没有少 原本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很独立的人 但遇到你之后 怎么好像开始变得什么事情都不会了 我想可能是因为你让我太过依赖了吧 未来我们还有很多的日子要一起过 希望我们都可以幸福满满的过每一天 老婆 我爱你 我爱你 亲爱的老公 准备二斤咯 喝起来了各位 我跟大家说就是我直到现场准备就是刚刚大家看到的那些 那個拌拌酒調酒機器人之外 我還有準備這個拍照的 因為我的家人跟我的賓客們都超級愛拍照 然後這邊呢就是已經有準備一個網美燈 給你打上去 就是那種很仙女的光的感覺 然後你就是拍完之後呢 其實如果你們今天是那種 很多人一起拍那種團體合拍的話 他一次還可以就列印超級獨張 所以你就不用說 一個一個上傳一個一個拍 就可以省下很多的時間 那這一次呢 其實大家也不用擔心說 就是來這邊不會操作 因為他們跟拌拌酒一樣 就是都會有現場的工作人員 在現場教大家怎麼做 所以其實就算是有一些 可能比較年紀小的朋友 或是長輩也都不用擔心說 在這邊會不知道要怎麼摸索 然後你們知道嗎 他們超級貼心的 我們現在也有小禮物 這張呢是我們剛剛拍的照片 其實整個畫質跟質感都是非常好的 另外呢 其實我們剛剛在彩排啊 一進二進的時候 就是旁邊都會夢露有工作人員 在幫我們做側拍的照片 我原本也想說 他們可能只是用手機紀錄 結果沒想到 他們是印書來送給我們 你們知道就是新人在準備婚禮的時候 都會去籌備很多婚禮小物啊 或是給一些伴娘娘的禮物 我們自己都沒有禮物 但是印卡在幫我們準備 所以我覺得超級超級貼心 所以新人們就不用擔心說 你們有一些重要的事都會被漏掉 其實都會有被記錄下來喔 然後因為其實印卡在他們 已經籌備超過千百場的活動了 所以他們的經驗實際是非常的足夠 當然是不用擔心的 那他們在每次活動之前呢 都會在每一個賓客的桌上 放上他們的專屬那場活動的QR Code 打開之後呢 就可以去看到 新人啊 或是一些活動的廠商 為大家設計的一些圖方 像我們這次就有設計四種 有一些四言會的 那四言會是新人可以找自己認識的畫師去畫 或者是印卡在他們自己也有畫師 可以幫大家進行繪圖等等的 所以其實非常非常可以依照你們自己的喜好 然後去做客製畫 只是很是都可以 像因為我在經營YouTube 所以我有選了一個YouTube的圖框 超級超級可愛的 然後呢 就是我們剛剛在二進的活動裡面 有一個環節 叫做藏寶圖的遊戲 就是現場的賓客在拍這些印卡戰的時候 大家看到這邊滿滿的照片 有一些賓客呢 就是會隨機抽到他們的照片上面 右下角有一個隱藏的圖案 那就是我設計給大家 就是有我們家小空那的照片 那只要有那個照片圖案的人呢 就可以上台就是獲得一個小獎品 也算是一個跟賓客互動的一個概念 我覺得也滿有趣的 很漂亮 就選這一張是因為 它只是飄逸 是我們一起出去玩的時候 頭髮飄逸 有青春的感覺 是不是有 很喜歡 看到不想起我們之間的友情 我原本要選另外一張更醜的 我想說給我一個面子 你今天是阿斯拉斯 要不然你可能會看到人的那一張 你知道嗎 好的我們今天婚禮就差不多 我看一個段落了 真的 其實我覺得很累 但是沒有想要這種累 因為你看到這麼多 很久沒有見的朋友跟家人 對 我就是更開心大於累 對 超級超級開心 但是就真的 你從早上一開妝到現在 就是啪啪啪 馬不停停 一個 幾件事一件事 時間不夠用 對 然後我前一天有跟他說 有什麼問題不要問 他還是跑來問我 請各位新郎官 切記 結婚當天不要煩新娘 對 然後就今天 和賓客其實在現場 都玩得還滿開心的 因為我們其實有準備了兩個 就是互動的小機台 有拌拌酒跟硬卡 在你自己對哪一個就有影響 我自己很喜歡那個拌拌酒 真的 因為可能是我有時候 我喜歡喝酒 那你剛剛有喝不同口味了嗎 我剛好喝兩種 就是你的特調 跟一個那個什麼 太太奶的 太太奶的 很可愛 鈴聲都超級可愛的 我覺得很懷孕 雖然它是機器弄出來 但很懷孕 就是很像八天 在幫你挑酒的感覺 就我覺得真的是還滿讚的 然後就是開給 賓客非常不一樣的 一個很新奇的體驗 然後硬卡站的部分 雖然說有很多廠商 都有在做這種 拍影的服務 但是我覺得很少有廠商 可以做得像 硬卡站這麼全面的 我剛剛前面有提到他們有舉辦過 超過千場的這個活動 所以經驗是非常勞到的 然後就是現場也準備登給你 然後你也有QR Code 可以直接上傳自己的照片 或者是現場還有就是 超級多的不同的小物 然後還有藏寶圖的遊戲等等的 我覺得整個 互動的環節會非常的有趣 就不是說大家以前都是 好像坐在下面吃個飯 抽紅包的上去 底下的人都沒事做 有趣很多 對 所以就如果大家之後 有新人 或是有各個 準備要辦活動的小菜 我覺得是都可以趕去看看的 就是我覺得他對下人真的是很好 對我好像還好 沒有因為我覺得我們太 關係太親近了 我覺得我們的個性 蠻相像的 謝謝妮妮跟爸爸從小 對我的照顧 然後我知道你們小時候 都因為工作的關係很忙 然後也是盡力的 把最好的都給我跟弟弟 好 好 嗨大家 她愛因覺得很疑惑 欸怎麼上一秒明明就還在很夢幻的婚禮現場 怎麼下一秒就回到工作室了 事情是這樣的 因為我當天婚禮真的是事情給他排的有點太滿了 所以有點Delay到後面撤廠的時間 所以我當下是完全沒有任何作餘的時間 可以再拍攝結尾的影片了 所以我只好回到我的工作室來做Ending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包涵 那希望大家這支影片都可以看得很開心 然後都可以感受到滿滿的粉紅泡泡 當天真的是要感謝太多太多人了 就是到場的金盆好友啊 然後給予我協助的各個廠商啊 我的主持人 我的攝影團隊 硬卡站啊 半半酒等等等等的 我覺得真的是因為有他們才可以讓我整個婚禮可以進行的非常的順利方的流暢 然後這些互動的機台 也可以讓現場的賓客比較不會那麼的無聊 然後可以留下很多美好的回憶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謝 最後當然也要感謝就是看這支影片的大家 還有當天在線上給予我祝福的各位粉絲朋友 所以我今天呢也有準備了小禮物 未來回饋送你們 這個呢就是當天用印卡站印出來的派利德 就是呢我會在簽名然後抽出十位幸運兒送給大家 那大家只要留言告訴我說 我在中間有提到說 有一個藏寶圖遊戲的互動環節 上面我是特別放了哪一個圖案讓現場的賓客 抽中的人就有小禮物可以獲得 抽獎的時間我會列在這邊 我到時候呢就會抽出十位幸運兒送給你們這個 簽名的派利德希望大家收到都可以覺得很開心 好的那以上就是這次的婚禮紀錄啦 其實我覺得辦婚禮真的是一件很耗神 然後很花費時間跟精力的一件事情 但是辦完還是覺得很值得 那其實這一次在籌備婚禮的過程當中 我也自己有累積了一些心得 然後也有收集到了蠻多人的一些小問題 好奇說辦婚禮到底要花多少錢 哪一些是必要的哪些是不必要的等等等等 這些呢我之後也會拍成一支影片 然後來分享給大家 所以如果大家對於辦婚禮上面有什麼好奇的事情 都可以留言或是私訊給我 好的今天真的是非常感謝大家影片看到這邊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啦 掰掰記得去參加抽獎喔 再給大家看一次 這是我的YouTube造型土框的照片 好剩下的不能看了 不然大家收到都沒驚喜了 好那掰掰 掰掰 各位朋友們請你們打開你們的YouTube頻道 搜尋與NYU底線N 按讚訂閱小鈴鐺開起來 謝謝大家 掰掰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